5名在曼谷爆炸案中 罹难的大麻游客 其中4名已在8月20日先回到家中 今天8月21日 第5名也是最为名死者 林素斯的遗体 在凌晨12点05分 运顶北海至上处 林素斯的母亲陈金芝 在女儿的灵鹫被抬入灵堂时 男人哀伤而大哭 令在场者感到鼻酸 她的遗体将在星期日上午 和林素育母子同一天出病 家人选择为她举行红化葬礼